這些名嘴每一個都好的事情都可以講成壞的,實在是厲害 如果媒體要這樣搞的話,民進黨大敗不是媒體搞過頭的嘛,再繼續搞 用名嘴跟網軍直播,一定會遭到抱怨,你們看就好了 第一件事要回台大醫院報道,不過相對是您說,借掉8年回台大就退休是雙領退休的經驗 像這種都不值得回應,我本來是說我們回台大醫院 如果我們可以維持在這種世界的水準,一個很top的醫生,那我們才留在台大醫院 如果我們經過這個9年來,已經超過8年了,這個恐怕不能維持那種水準 那我們就不要再去浪費人家的,不要浪費那個位置嘛 也許給新進的人有一個升遷的機會 我跟你講喔,這本來是一個很正面的東西 可是這些名嘴每一個都,好的事情都可以講成壞的,實在是厲害 我都覺得是這樣啦,如果你們媒體要這樣搞的話 民進黨大敗不是媒體搞過頭的嘛,再繼續搞啊 我以前在講過的,用名嘴跟網軍直播,一定會遭到報應,你們看就好了 吳宗憲他說這個大巨蛋10幾年蓋不好,就是該槍斃的人早就該被抓走了 然後他說一定有弊案 大巨蛋是這樣啦,反正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個是啊,轉型正義的原則,第一,解決現在的問題 二,預防以後發生,最後才去追究以前的職務 那大巨蛋當時是這樣啦,我也不想再批評什麼 對我來講就是,有本事把它拆掉,沒有本事把它蓋好 就這樣,總是卡在那裡也不是辦法嘛,所以我一直覺得是這樣 中央有沒有卡大巨蛋,全國老百姓都看在眼裡嘛 所以是這樣,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你到底是要懲罰柯文哲還是要懲罰台北市民 這是民進黨自己要去考量清楚的 讓無關的人先離開 我們才能夠清理戰場 才可以放心的開打 來來來來,你們不要擋到那個,這裡 黃色,黃色,黃色,你看 主軸應該面這樣這一邊 好,OK 還要再往前啦 這樣可以啦,這樣可以啦 因為中軸線在這裡 市長想先問一下,是不是在黨內有宣布說要找周台族當秘書長 然後周瑜秀當你的進辦主任,然後陳婉會當黨團主任 陳婉會去當立委,為什麼當黨團主任 你們是不是要因為陳婉會要當立委,所以你們要再找一個來當黨團主任 黨團主任當然要找人嘛,因為陳婉會他去當高安的位置,他要補去當立委 第二點,這個我們也沒有,我們現在也沒有叫競選辦公室 最多是什麼基金會或是智庫的這種執行長,所以根本也沒有進辦嘛 所以說秘書長現在還在徵詢階段而已,所以常常是這樣啦 不要把這種草案拿出來,講得把他偏花亂墜 那所以周瑜秀跟周台族確實是有徵詢他們嗎 沒有啦,其實重點還不是徵詢他們,常常是要徵詢其他人的,大家的看法 市長在這個名單裡面沒有蔡壁如,然後大家解讀說最近跟市長這邊,兩個人之間是有一些心結? 這個倒是簡單,因為他要先解決他那個論文的問題,他也在做一個很龐雜的工作 就是說如果要用他的論文來做標準的話,那現在電腦很發達,比對 他們現在想說如果用他的論文涉及抄襲,那如果用他的論文當標準的話 我看喔大概沒有幾個會過關,所以他最近現在忙這件事情 等他這個事情忙完以後我們再來處理其他事情 未來在黨中央這邊還會有重要角色來交付給柏木? 一定會有的,他還是戰鬥力最強,只是說他現在要把他論文的問題先解決 可是有傳出說之前在黨內會議的時候,有一場會議找來了蔡壁如,然後當時主席有不太開心 然後有繞橫話說2024不會有蔡壁如的角色,我這件事情 這一定是謠言 民進黨他現在又敗選,那現在你覺得他們檢討到哪裡? 因為他們選霸法的徵修條文裡面被指有偷渡中介法 就是之後在刊登廣告必須實名制,市長會覺得他在檢討選民嗎? 我想是這樣,法令我們還是會尊重 但是這樣,這一樣要到立法案,也是要全民討論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很多事情我們也不需要去預設立場或跟他貼標籤 這個已經進入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總是你有本事,盡得起人民的檢視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給全民來檢視就可以 市長怎麼來看現在兵役延長還沒有定案? 早就講了,還是要嚴肅面對這個問題,抗中保台不能只喊口號 還是要很實際的面對問題 到底你是要兵役延長還是要國防預算增加? 老實講,連我去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防部都已經很清楚講出台灣的兵役,國防的問題 真兵制比較便宜,預期就要延長,你要募兵制也可以,不然國防預算就要增加 不可能不出錢也不出力,不可能 所以抗中保台不能只喊口號,還是要務實人面對問題 高宏安事件,黨內現在有定調嗎? 因為在會中是不是有立委提出來說,現在不知道到底要幫還是要切割? 高宏安那件事情是這樣啦,我倒覺得是因為喔 因為到現在,我們一直希望說司法是可信的,可被信賴,是公平的 但是到現在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那個台南八十八槍也不去處理,盧渣案也不去處理 然後十二億的棒球場不處理,十六億的官埔國家不處理 專門處理高宏安 所以我們黨內大家是覺得說,哇,到底我們面對一個 理論上喔,司法應當是可靠的,可信的,還有一個可預測 現在司法完全不可預測,所以我們都要討論說,哇,這個到底 在這種不可預測的司法底下,到底下一步要怎麼做? 的確在黨內也是引起了很多討論 教官請,高宏安找高檢主檢察官來當副市長 覺得這樣有什麼考量,另外一部現在聶明一直打高宏安是為了阻擋你的202 這樣啦喔,第一個我們希望說,司法符合比例原則 如果要不符合比例原則,那就比照標準 所以就...一樣嘛喔 如果...既然民進黨的道德水準這麼高 我們就用同樣標準來彼此檢視一下 市長怎麼看市民說卸任之後第一件事要回台大醫院報道 不過市民說戒掉八年回台大就退休是雙領退休的請 像這種都不值得回應 我本來是說我們回台大醫院 如果我們可以維持在這種世界的水準 一個很top的醫生 我們才留在台大醫院 如果我們經過這個九年來已經超過八年了 這個恐怕不能維持那種水準 那我們就不要再去浪費人家的 不要浪費那個位置 也許給新進的人有一個升遷的機會 我跟你講喔 這本來是一個很正面的東西 可是這些名嘴每一個都 好的事情都可以講成壞的 實在是厲害 我都覺得是這樣 如果你們媒體要這樣搞的話 民進黨大敗不是媒體搞過頭的嗎 再繼續搞啊 我以前在講過的 用名嘴跟網軍治國一定會遭到報應 你們看著好了 然後最後一題 吳宗憲他說這個大巨蛋十幾年蓋不好 就是該槍斃的人早就該被抓走了 然後他說一定有弊案 沒有啦 大巨蛋是這樣啦喔 唉反正我倒覺得是這樣啦喔 這個是啊 轉型正義的原則 第一 解決現在的問題 二 預防以後發生 最後才去追究以前的職業 那大巨蛋當成這樣啦喔 我也不想再批評什麼 對我來講就是 有本事把它拆掉 沒有本事把它蓋好 就這樣 總是卡在那裡也不是辦法嘛 所以我一直覺得是這樣 中央有沒有卡大巨蛋 全國老百姓都看在眼裡 所以是這樣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你到底是要懲罰柯文哲 還是要懲罰台北市民 這是民進黨自己要去考量清楚的 會不會擔心高恆安司法產生 影響到你自己的惡努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喔 平常心對待 還有一點嘛 剛才講過了 如果大家用同樣標準 那就彼此來檢視一下 好 我們聯訪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這樣會怎麼 我這麼多年來 整代都不能 想講我想講的話 到下個禮拜你們看我怎麼 K那個 K誰 從那個 那個誰 我們時間還好 我們時間還好 算是個朋友 對不對 很多 XXX的啊 換你了 我不當市長了 我可以吃過 各位同仁 如果我有對不起 你的地方 你是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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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以後 你沒見狗的事 不然又不是這樣 沒有 就是這個不經一般 彈測苦 贏得美方苦 不相當苦 就是我感到苦 對 不會去啦 被你錢的事情 來 守護主 我很久沒有戴現金了 你有沒有游泳 沒有 沒有 市長這邊齁 那時候我們在 那時候我們在 你剛剛對我無事 我直接給你 我們大家很想要聽你唱 對耶 好不好 你們想唱歌 幫我們讀唱好不好 好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 我相信 我相信 你可不可以 我看 我看他不能走了 哈哈哈哈 但是會飛得更遠更高 我這麼多年來整代都不能想講我想講的話 現在可以講 現在可以講 不會 到下個禮拜你們看我怎麼K那個 oh 誰 哦 黃思堅還好 黃思堅還好 真是個朋友 那我們多 柯 大 我是統帶你的 好啦 fora你看 我當市長 我可以刺光 don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